巨型剪刀前拆除福德平宅 代表台北市新一区300亿的广磁开发案正式启动 这也是广磁不爱园区的其中一小角 我手上的模型才是整体园区 其中绿色之一洞还是新的捷运站 总招标金额接近300亿 向山县延伸的新捷运 未来就在福德街上 2016年6月动工招标金100亿 加上这1.9万坪的基地 打算盖2800户的住宅 金额出估194亿 那么这个园区里面也议计 大概会分成有三个标到四个标 加起来300亿的大案 问题来了到时谁要标 建商当然就要到台北市以外去盖房子 建商大佬讲的直白要出走北市 看看最新数字统计 台北市新乘务的推案量 从2011年起就低于200个 今年更夸张到8月20号只有100个 恐怕创下近19年新低 甚至可能突破1996年的历史最低点 只有152个 政府准备资金准备好 所以它是一种技术服务 所以我相信应该是摩前叉长 非常多的大型的营造厂 不见得是少数供给人的市场 北市府信心喊话市场人士可没那么乐观 你现在盖现在死啊 以后盖以后死啊 还有赶快卖地不要死 但是也是赔钱卖了 原因就出在科批打房政策继续拼 工业区住宅调涨房屋税三倍 非违章建筑得出示证明才能卖 通通锁定新屋 新一区退案更是8个月来 只剩下一个 新一区你涨最多的单来要先跌吧 所以我有个好朋友讲 蛋黄与蛋白 我要告诉你蛋黄先跌 看坏后市建商出走 这一波逃亡潮要到何时 恐怕短期没有尽头 东森 财经讯网合选 陈文杰 台北报导 一 二 三 关 Solomon 黄北报导